H7N9病毒在大陆卷土重来引发关注 即大陆医疗科研人员第一次公布H7N9会人传人的有力证据之后 现在广东省再度传出确诊首例H7N9患者 在英国医学期刊BMJ公布研究报告 证实江苏省第一例人传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病例后 引起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8月10号广东省再传出新增确诊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 广东该患者姓陈51岁女性 家住惠州市佛罗县恒河镇须镇河东路 从事家禽宰杀工作 8月3号因发烧到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就诊 8月9号晚间转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接受治疗 卫生福利部疾管署提醒民众 若需前往大陆要避免接触勤鸟 并注意个人卫生以避免感染 若回国后发生流感症状 应告知机场人员戴口罩并赶紧就医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伟棠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讨订阅明镜